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又來到了萬妖領域的時間 今天是開服的第二天 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呢呢還沒有改 是系統自動取的 叫什麼範成名 那先來跟大家匯報一下第二天的進度 目前我的戰力來到了1355K 那等級是41等 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還沒等到晚上 可以佔領兩次宵夜 這時候等級估計是可以升上42等的 簡單的看一下排行榜好了 微笑我是在S3 那這個伺服系好像是台港澳 然後以及韓國跟日本 都是在同一個區 可以看到超級多韓國人 不過呢在我們這服前五名 好像有四個全部都是台港澳的 只有一位韓國的玩家 那微笑我的戰力排行 目前是67名 那我是使用五人證 只是單純想玩 我感覺五人證跟四人證 還有六人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並沒有像是之前的三國沙一樣 要四人證在前期會比較強勢 那其他的排行榜也都稍微看一下 收集121名 然後呢比較重要的就是禁忌 是46名 差不多就是這樣 緊接著我們看到陣容的部分 我是玩民族的 那目前所有的五隻角色 包括主角 全部都是民族 那在一開始 沒有UR的紅色角色 民族的主力會是我們的牽手妖姬 那微笑我的運氣也是特別好 衝到蠻多隻的 再加上自選也有選一隻 已經順利升到了四星 不過呢 這遊戲目前我看下來 升星的加成好像並沒有很高 可以看到升星的話 單純就是增加我們技能的等級 還有一些三維的趴數 並沒有說會有什麼太大的質變 如果要質變的話主要還是突破 每個加的階段 都會有比較特殊的效果 像是加5 目前來說可以讓中毒的目標 額外增加30%的傷害 這點就跟我們的三國殺非常像 那再來要等到加11 跟加15 可以有三次不同的質變 至於陣容的部分 我查了許多的攻略 不論是貼壩 抖音 又或者是說B站 發現其實每位玩家 用的陣容都不太一樣 並沒有這麼固定 唯獨只有主C的部分 是比較固定的 像是民族 就是剛才跟各位提到的 牽手妖姬 那目前我額外放上了 白小鼠 非常的好用 可以說是民族當中的 一位奶媽 有奶媽 不論是推圖 又或者是說打架 在前期都有一定的優勢 然後第二輸出 就是我們的白無常 可以增加中毒的手段 以及坦克 這一隻 白眼魔軍 他受到傷害的時候 可以額外再恢復一定的血量 等到第六隻的位置 到時候我可能會上孟婆 然後把白無常的位置 換成我們的UR白骨夫人 不過關於具體的強度 我也不曉得會是如何 不過台服才開服第二天而已 我們就再繼續摸索吧 這邊我也放上一下 陸服在開服兩三的月 所做出來的統整 是一個全服的上場率統整 就以冥界來說 白小鼠 孟婆 還有牽手妖姬 是使用率最高的 至於UR的話 白骨夫人會比炎軍再來的更高一些 緊接著我們看到仙的部分 有三隻武將可以說是必上的 第一隻天后 仙劍的奶媽 再來是嫦娥 可以提供穩定的回怒效果 最後則是月老 他甚至是四大陣營都可以輪流進去 算是前期來說 非常好用的一隻武將 提供了非常多的增益 這三隻只要是玩仙劍 都務必帶上場 至於仙劍的UR 就以陸服來看 玩的人都是許多的 兩者可以算是持平 在最好的情況下 當然是兩隻都玩 不過根據大家的刻度不一定 小刻無刻玩家 肯定是沒有辦法的 這時就要做一個抉擇 惡狼神算是整體來說會比較坦 傷害會比較足夠 想要走控制流的話 則是選擇天地 就根據大家的需求來做決定 仙劍的最後一個位置 則是可以考慮放上我們的 離山援軍 主打的就是一個能扛能坦 不論是輸出的反彈傷害 又或者是說坦度都不錯 甚至可以當作前期當中的主C 這邊一樣放上關於仙劍的使用率 供大家做參考 第三個陣容 我們來看到聖劍 一定要上的 肯定就是我們UR的紅將孫悟空 他在陸服的聖劍出場率 可以說是最高的 那其他隻的武將 就可以考慮豬八戒、唐真 又或者是說我們的 弥勒佛 還有小白龍 都是ok 那如果你們今天 如果不想玩這個悟空 在前期就打算比較強勢一些 也可以組玩我們的 皮蘭婆 畢竟皮蘭婆他升上去 一定是比UR的紅將升得更快的 這都是ok 在這邊一樣附上陸服的上陣率 供大家暫停截圖 最後我們來看到妖竹 也是有幾種不同的玩法 先說平民的 主養我們的銀角 走一個金線流 那不得不說 銀角我個人認為 可以算是萬藥禮遇當中 目前我看起來最帥的 那唯一的缺點 就是他只會攻擊前排 如果對方的前排有很多的召喚物 或者是說本身的坦克太坦了 這時就會產生一點 乏力的狀況 那如果是有課金以上的玩家 可以考慮主我們的 大鵬金刺 他可以直接切後排 是對後排造成傷害的 在有能力養成型的情況下 大鵬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補助的部分 也有兩隻武將是必帶 第一隻就是我們的狐狸 那再來就是可以增加回怒的鐵扇公主 那其他隻就算是比較搖擺的 可以選擇孔雀公主 又或者是說我們的紅孩兒都OK 那至於什麼魔蟹啊 又或者是說金角 跟黃牛金 出場率我目前看下來 是比較低一些的 另外陸服也是有些妖族的玩家 在前期又會擺上月老 當作我們的搖擺輔助位 如果你們也是前期有抽到 非常多月老的妖界玩家 也可以考慮把我們的月老給擺上場 最後我們再來說一下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商店的部分 第二天會開啟金鍊石以及馬蹄膏 這兩個道具也是建議大家有能力的情況下 也要全部購買 畢界精煉值對於我們整體的能力提升是非常多的 而且玩過三國鯊的玩家也肯定都知道 精煉時這個是玩到一兩年後期 也都是還是非常稀缺的道具 裝備精煉的方式要採用雙數的提升 因為雙數會有這個強化大師加成的效果 在共鳴這邊可以看到 會有額外的這些命中率啊 傷害減免傷害增加 兩等兩等升才是CP值最高的 並且可以盡量把主C的位置直接升滿 像微笑我目前玩民族 主C就是我們的牽手妖姬全部都是加10 那目前的負C我選擇使用主角 至於其他的輔助 則是只有加6加4左右而已 另外還有一點也是超級重要的部分 是屬於給沒有接觸過這類型遊戲的玩家 在我們等級達到18等還是22等以及30等的時候 可以在主畫面的右上角會有這個框框兔子的 點進來之後會有嫦娥助手 就可以進行加速 一定要直接拉到10倍數 否則這個戰鬥會超級無敵滿的 而且在戰鬥時施放這個技能大招 都會出現動畫 而且據我目前所知是無法跳過的 所以務必要開啟10倍數 才可以增加我們的遊戲體驗 那麼第二天的新手攻略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